台湾车市越来越旺 大型车像是汉马车 现在也打出了美女牌 专门进口汉马车的进口商 Katty跟哥哥一块做车商贸易 全台湾有一半的汉马车 都是他们家进口的 而现在第二代公主 首度曝光 长发飘逸 身材娇好 她是台湾的汉马车公主Katty 讲解汉马车性能及内装 驾驶十足 到车选的话 就是她只要打 那她自己就会有 这个装置出来 亲自试开上路 Katty对汉马车得有研究外 平常在家还会帮忙行政工作 烟雾就交给哥哥达里 从事车商工作十年 家中经营二手车贸易 2018年全台首家引进新款汉马车 一年平均能卖出十台 比较喜欢去 就是去上山下海去玩的 要不然就是比较魅一点的男生 会比较喜欢这种大型的车子 不过由于2008年汉马车在出了最后一批新车之后 就宣告停产 让汉马车市场的增值空间越来越大 国外从2008年至今价格已经涨了25% 大约在台北200万到300万之间 未来国内也可能会吹起一股涨价风潮 这种车以后会增值 因为它其实验车 它的法规会越来越严格 那其实这种车已经很稀少了 就是因为稀有性 Catty说台湾买汉马车的人逐年增加 台湾车市越来越旺 打出汉马车美女牌 话题焦点一样十足 记者王宗瀚出镜台北采访不到